韩家公子等三人只跑了几步 一看银月他们不动了 也立刻停下了脚步 银月哀声叹气的模样 没有逃过顾飞等三人的眼睛 顾飞是不屑于和银月太多话的 见鬼则对口识之争没有太多的兴趣 只有御天神明此时倒是来劲了 几眉弄眼的对银月呼叫 银月老兄 咱们还有必要继续打下去吗 要不你们几个自尽吧 剩得咱们再继续浪费时间了 臭小子说什么呢 虽然局势非常不利 但银月的一干同伙 也不是甘心就被人奚落的废材 听了御天神明的话后 立刻开始反唇相机 倒是银月对此似乎不怎么放在心上 继续明词苦想有什么法子 御天神明一脸的猥琐气概 孤神一人和对方打起了嘴杖 顾飞继续啃着水果 见鬼则在与韩家公子与佑哥等人交流着刚刚鉴定到的情况 银月的金色单手剑拎在手上 剑鬼已经甩过鉴定术了 几次都没有出现这剑的数据 只能说明这剑的等级是比较高的 如顾飞的暗夜流光剑一样 是经受住目前玩家的鉴定术水平而不曝光 我去试试吧 佑哥心存侥幸心里不肯放弃 对于揭秘这些未知事物 佑哥是极具热情的 说吧 就同韩家公子 战无伤一起朝小山这边走来 银月 望到这三人突然不跑反进 朝几方接近过来 一时摸不着头脑 但对他来说 这终归是件好事 于是装作不太注意的模样 把注意力放到了这边的嘴杖上 同时在拥兵频道里提醒同伴 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 一旦那三人进入 可以一气拿下的范围 就毫无犹豫地发动攻势 含着公子等三人却没有走得太近 只是来到了顾飞三人的身边 并说明了又哥的意图 你的鉴定术水平比我高吗 监轨想进行一下印证 也许我的人品比你好 又哥在此时突然出现了高手气质 再不涉及实际战斗的领域 又哥的高手气场也是挺足的 我去了 又哥散发着壮士一具不复反的气质 决然地道 鉴定术也是有距离要求的 又哥没有顾飞等人的高速度 走得太近 能不能活着回来是个悬念 何必这么执着呢 还是有人在劝又哥不要冒险 是爱好 又哥笑着说 我们会掩护你的 顾飞说 他特别理解这些有特殊爱好的群体 喊着公子却淡淡地道 其实没必要 现在我们领先三个积分 死一个没关系 众人一阵无语 公子说得是啊 而且战斗上我也没什么帮助嘛 又哥说 那也不行 我们可是伙伴啊 雨天神明嚷嚷 喊完就看到了大虾的目光 都火热地砸到了他的身上 我有说错吗 雨天神明瞪眼 话是没错 只不过 顾飞话说离半 只不过 作为一群成年人 你这话真是雷死我们了 含着公子替顾飞把话说完 连又哥也笑了笑 年轻真好 说着已经扭头去了 靠 说得好像你们都很老实的 雨天神明气急败坏 总之是没你这么年轻啊 战无商也是一脸的沧桑 滚 你的确很老 雨天神明指着战无商喊 战无商扬了扬眉毛 刚一抬胳膊 雨天神明早已经远远跑开了 而真正拿行动来说话的是 顾飞和见鬼 两人一左一右 跟在了又哥的身后 如此相同的举动 换来了相识一笑 含着公子面无表情地望着二人 心下很是不以为然 用不着了 又哥劝说两人退回 我想再试试我的人品 见鬼说 我的镇定术也需要练习 不能放过任何机会 顾飞说 又哥终于没再说什么 三人一起相识一笑 继续朝山头走去 山头上的银月 一时一刻都没有放松对山下的关注 这里听不到山下几人随意地谈话 此时突然出现这么三人朝山头上走来时 山顶众人都是一头雾水 以他们的理解 公子精英团此时只需远远地躲开他们 就可以吻获本场对抗的胜利 这点实在没什么难度 但现在他们突然又有三人主动 骑紧身来 这是打什么主意啊 而且三人当中 还有一个是骑士 银月自己就是骑士 最清楚目前的骑士 还不是一个可以独挡一面 起到决定胜负作用的职业 心中的疑惑 带来的就是举棋不定 银月一时间 也不知道是该进攻 还是该防守 如果说一开始银月 对几方阵容有绝对自信的话 那么在被对方已经灭掉三人的情况下 这种自信已经没剩下多少了 三人越来越近了 这次比起之前顾飞独自一人踏上山头 众人的心中更加惊惧 收索志荣 注意身后 银月突然沉声道 鱼下的七人紧密地站在了一起 头前是竖着两个大盾的重装战士 银月和牧师居中 其余三名战士在银月的特意安排下 一个面朝左 一个面朝右 还有一个面朝后 这是防止顾飞瞬间移动的站位 不管顾飞的攻击是不是能拦下 起码可以第一时间知道顾飞移动到了什么位置 靠 面对这阵容 顾飞三人齐声骂了一句 两大盾牌一束 银月把自己隐墨深厚 这还怎么坚定啊 于是三人朝侧翼移动 于是银月阵容也陪着三人转向 两大盾牌在三人眼前晃晃 顾飞都烦透了 喂 叫银月出来说话 顾飞化被动为主动 两大盾牌似乎稍漏了些份 银月却还是没有露面 而是在盾牌后面大声招呼 千里兄弟叫我什么事啊 商量点事 顾飞说 说 你先露个面才好说呀 顾飞说 是吗 那就不必说了 银月越听越不敢露面了 觉得对方一定是准备了什么厉害的陷阱 准备一举将他给收拾了 顾飞无奈地朝右哥和剑鬼摆了摆手 没办法了 撤吧 右哥叹息 干嘛要撤 顾飞问 这连头都不露 怎么鉴定啊 右哥说 不露头就制造机会让他露头 顾飞坚定地说 怎么做呀 右哥问 把其他人全砍光 顾飞拔剑了 又别冲动了 剑鬼和右哥 异口同声 而两个重装战士是负责监视正面敌人举动的 此时也向身后几人惊呼 那法师拔剑了 三个方向都当心了 银月 连忙到 瞬间一动 动 顾飞已经吟唱了 消失 再先 顾飞 已经出现在了对方阵容的正后方 反手就是一剑 那战士猛见顾飞出现在他身前 而且是背对着他 以为自己站得了先机 却没料到顾飞转身出剑速度之快 什么叫快节奏 这就是快节奏 不同的动作 以最连贯最节省的时间的方式 衔接在一起 这是顾飞的出手看起来快到炸蛇的真正原因 那战士以为自己可以先出手 结果却是慢了 只能挥剑去挡顾飞的攻击 顾飞随手抖了个剑花 剑尖 以普通人难以预料的角度扎了下来 双眼闪的火光同时弥漫着 误法两伤 战士瞬间身亡 对方其他人此时可也没闲着 一起转身朝顾飞发动攻势 尤其那两个重装战士 咬牙切齿地抬着盾牌 朝顾飞夹来 看气势 是想当场把顾飞夹扁 又来这手啊 顾飞喊道 这次他没有躲也没有闪 左手进口袋一掏 把颜值洗礼拿了出来 再身前一横 这刀长可是超过人宽的 两个盾牌夹过来后 顿时被刀抵住 顾飞处在当中安然无恙 左右脚各朝两面盾牌登了一角 以他的力量不足以把对方给踢开 不过人却借着这力跳了起来 呼一下 从两盾牌之间飞了出来 朝左边落去 空中一个折身 顾飞从手举着的剑 顺着身子下落之势披下 只听得支了嘎拉的金属切割声 顾飞这一剑 把一个重装战士 从头披到了脚 没有施展法术 安逸刘光剑的普通物理攻击 对于一个重装战士来说 其实算不得什么 但这声势 声音 实在是太唬人了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以为 这战士一定是被顾飞 劈成两半了 直到这人 骇然地扭过头来 众人发现 这人的脑袋 还是很完整的 双眼神 神 此时顾飞双眼神的冷却已经结束 立刻一剑砍出 不经划中了这重装战士 还顺带把旁边另一名准备过来攻击顾飞的战士给带上了 重装战士惊住了这一下 另一名战士却又在瞬间便消失了 顾飞的攻击其实并不止暗夜流光剑的物理和法术伤害 此外暗夜流光剑还具有10%的致命属性 以及身上几个活法几率的饰品爆发复法攻击 当这些全部触发时 才是顾飞的伤害极限